CADES 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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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錯!開影片不早點叫我 阿全你不是沒買東西吧 不是呀!之前肥豐說他負責 我還在打單叫他買巧克力焗薯片 慢著!有人按鐘啊 叮咚 耶 少殮痴 你今天很美 耶 我想跟你 在樓下的759買東西吧 因為我跌下一次會原卡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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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a-A-A 想聽真話的 不要走開 大家好 我是古明華 大家知道我是做甚麼的 沒錯 我是演戲的 最近我也不少劇情出的 不過大家要留意的 並不是我演戲 就是接下來有一個二三四電台 會介紹很多戲劇 大家喜歡聽的 不要走開 記住 你在聽的是二三四頻道 我是古明華 為什麼我後面有這麼多聲音 就是因為我演戲的 那些聲音全部都是我扮的 大家如果想知道我演戲做成怎樣 不妨聽二三四 你在聽的是二三四頻道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人及嘉賓之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Hello 歡迎回來有台火 對呀 有台火回來了 無論是戲劇 舞蹈 音樂 任何的藝術界別 總之你有火 你對藝術有火 你對舞台有火 都歡迎你來有台火 大家對這些有興趣的話 亦都歡迎你聽有台火 Hello 歡迎回來有台火 今天的有台火請了一位嘉賓很特別 我認識了他很久 但是互相認識聊天 就是剛剛這次才是第一次 因為我已經神交了很久 認識了這位朋友很久 想訪問他很久 今天他終於坐在我面前 他就是 Rerat 你好 你好 Hello 說我的名字說得對 那位是VBAC 其實我還未訪問你之前 我真的要問人點點 對呀 經常有人會讀錯我的名字 是一個很常識的問題 我完全不介意 反而會很期待 你覺得我的名字怎麼讀呢 那些人會覺得 Rerat WeBAC 這樣就對了 我認識了 所以那些人就這樣叫做阿V 已經很簡單 你習慣了 你就是一位印度人 沒錯 但是香港土生土長 所以變成一個香港人 只是外表的印度人 所以你家裡還有很多印度習俗 也有的 但不會太傳統 也有很多印度習俗 例如你說很傳統 可能家裡會有很多不同的神像 但我家裡比較少 也挺簡單的 他們不出現什麼大傳統 但也是印度家 也是一個香港人的家庭 就是印度的家 是的 認識Rerat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 棟篤笑的表演者 大家認識他也是在這一面 看到他也是很搞笑 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會出現 今天Rerat來到這裏 會跟我們介紹 他接下來會在 邵基創意書院的一個 棟篤笑的Show 不過 順便Rerat來到 當然跟他聊聊天 了解一下 究竟這個搞笑的人 究竟他本身是否這麼搞笑 為何會變成一個搞笑的人 印度裔的身份 印度裔的身份 當然你小時候的生活圈子 其實都是印度人的生活圈子 比較多 沒錯 其實這樣 我家裡的人 在香港已經 我可以說是第三代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我爺爺和爸爸 一起來香港做生意 那些 變成我在香港出生 我的身份就很奇怪 你的膚色就是印度人 但你基本上 你和一個香港人 沒有什麼分別 我又有跟大家說中文 我的習慣 我又會很喜歡說時間 走的班車又很懶惰 是很正常的 變成我和大家 沒有什麼大分別 但我始終有印度裔的 這件事 成為我生活上 有個很有趣的事情 會經常發生 人家看到我第一個印象 他會怎樣看我呢 但我是不是那個人呢 人家看到印度人 是不是他會這樣 又不是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挺有趣的 這些人經常拿來說笑 我覺得這件事挺特別的 不如開始 有沒有機會去和大家說笑 其實我自己 玩動動笑 就不是我從小到大都想玩的 是我中學的時候 就開始欣賞很多美國的表演者 我就說 我相信這輩子 死之前試一次 誰知道有個機會來了 我把握了機會 嘗試跟他們說 有一群馬生人又肯聽 那些人又覺得 很好笑的 這樣就維持了八年 今時今日 做了一群我的笑話 以及我自己 不停寫一些新事 變成我來的一個表演 就是說說 由我的身份 去到今時今日 這個世界是怎樣的奇怪 希望大家一邊聽我笑 最初 其實這個 少數族裔人的身份 其實真的有很多 很多人問你很多問題 而且會變成有些很普遍的問題 你覺得是否經常吃咖喱 這些事情 變成你一次兩次覺得 第三次覺得挺好笑 為何我都會這樣想 為何每個人都會覺得 我們每天真的吃咖喱 還有 好像咖喱只有一款 我覺得這些問題 挺有趣的 會不會不吃豬 不吃牛 對 你不吃牛的 你不吃豬的 你不明白文化 你自然會只能拿一些誤解 就覺得印度人是這樣的 他不包我的頭 即是他不是印度人 這些事情 我覺得挺特別的 我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我覺得不包我的頭很正常 但別人覺得不應該包的嗎 我就開始覺得 其實這個身份 根本自己是好笑 我出到街上 我的樣子就像外國人 但其實我背後 我是一個香港人 人家在我身邊 我只想說中文 我不會聽 我可以很簡單 偷聽別人的說話 是很好笑 我可以聽別人的私人的東西 他們照樣說 我當作不存在 我會覺得為什麼不 我會不笑 我會忍著笑 享受 沒什麼所謂 這件事就是成長 成長的情況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 去成長 其實最初說的時候 動督笑 這件事 我最近都真的 都去嘗試一下 嘗試說一下 我發覺也挺難的 有很多人形容這個表演 是一個很自殺式的表演 可以這麼說 其實理論也不在 你想想 我為什麼要上一個台 為了一群不認識我的人 去說一些我想說的 但要令他們笑 一個人為何要這樣做 其實根本的目的是什麼 還有你覺得 我要跳Bungie Jump 就當作挑戰自己 人家會覺得 這個不是挑戰自己 你上一個台 跟一群不需要笑的人 他說話要他笑 基本上想死 但反過來 你上台 令到一個不認識你的人 不需要笑的人 竟然笑到 那個滿足感 你是想不到的 想像不到 完全覺得 很不同 有些人這樣笑 所以很特別 我覺得 董東笑的難度 就是 每個人都可以說 董東笑的 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這件事 每個人都會說話 每個人都可以說笑 每個人都可以說笑 我都會令我的朋友笑 但你可不可以 我叫你現在上台說話 你要令一群這樣的人笑 你能不能做到呢 那我的挑戰很不同 最初的Revet 是不是 我一天跟你聊天 都知道你是一個 比較樂觀的人 很輕鬆 你在朋友圈子當中 是否也是一個 很開心果 經常說笑的人 其實我在我的朋友身邊 是因為我自己喜歡笑話 覺得一起笑 很開心 而且我個人很喜歡悶 很容易悶 變成我有時 不想來來去去 都會這樣 我發覺又是這件事 為何這麼悶 不如這樣想 不如這樣說 不如這樣試 變成以前 可能會覺得 我們擠些茄汁 擠這些醬 拿薯條去點 不如茄汁一拌一下 這些醬 看看會怎樣 我會這樣做 別人覺得這麼搞笑 如果這個人做甚麼事 會試這些東西 我不是說笑話 挺好味 我會很肯去試一些新的 因為我覺得 平時做的東西很悶 也就是這樣 其實我在圈子裡 也不是特別好笑 但我會 希望我想的方法 或意見 就會搞笑些 讓大家開心 而我不會那麼容易悶 其實我是 做董事長 其實很自私 我是想令我自己笑 但要我開心令我笑 要有觀眾一起笑 那好吧 你們是我要令自己笑的 成為產品 你要做完才能做到 這個效果 可以這樣想 但其實 一個人不會說 100%樂觀 不可能一個人 永遠都開心 但很有趣 就是幽默 你會發覺 最好笑的故事 就是最慘的故事 真的 你想想 今天起床 總時上班 然後老闆賺我 加我薪 完全不好笑 但你說我今天起床 發覺遲到 死了 現在怎樣好 現在是否要請病假 照上班給老闆罵 還是怎樣 我開始有東西玩 很特別 你會想想 我這個時候 是否要假裝病 你要假裝病 你也要想想 我假裝病也要假裝那把聲音 不能打給公司 老闆我今天不舒服 先睡覺 不行的 你要想想 要怎樣練習那把聲音 在房間這樣 老闆 我有點不舒服 又好像太假 是否要打電話 老闆一聽電話 就馬上 咳咳咳 老闆 我有點不舒服 是否要咳咳 這樣便會有些有趣事出來 但反過來 我說我今天上班 給老闆賺 交薪 完全沒有一個笑話 所以很有趣 就是一個動了笑 或者說笑話的人 他是用一個樂觀 或者一個新角度 去看一個很慘的事 找那個笑點出來 所以你這個人 又不是樂觀的 你在尋找一些很慘的事情 但用一個新的開心點的角度來看 是這樣的 有個前輩跟我說 他就說喜劇演員 其實本身的人是很黑暗的 對 因為你要看那個黑暗的 就是 你玩喜劇的人 就像小丑一樣 小丑其實背後 他要很明白 那樣東西 為什麼好笑 或者小丑要經常傷害自己 或者要笑自己 但你其實很傷害自己 你不停在笑自己 那樣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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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作也是 你要很暗 你可以看到這個世界的角度 就是找一個很暗的角度 然後還要不單止找到那個角度之外 你還要找一個新辦法 去說那個情況 弄得好像好聽 正如說 一個經常幫客人改話的樂師 明明知道客人是犯了罪的 但他現在要找辦法 幫客人說到自己沒事的 那樂師其實也要讓他很暗 就覺得 我要這樣想一個辦法 令到這個根本犯了罪的人 就沒事了 這是我的強項 那你會覺得 這個樂師去到一陣子 會覺得 這個世界真的這麼暗 其實董少爺是 你要不停找一些很慘的事 去說出來 例如你 在街上弄傷了腳 你就想來 那樣東西 說出來 就像說 我在游水 弄傷了膝頭 我弄傷好之後 就去看馬利治療師 那馬利治療師 就說 你想膝頭鋪好一點 去游多一點水 我就是這樣受傷 不要跟我說這些 要這樣找到 但其實是 說出一個很慘的事 就是我受傷 通常 我覺得 最初接觸動督少爺的時候 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本身 都挺矛盾的 為什麼呢 以前 我們學戲的時候 就會說 你去搞笑 你經常說自己很好笑 你就搞不了笑 是 動督少爺就不是 動督少爺就不是 動督少爺就說 我一來到我就要說笑話 我要叫你笑 這件事是很矛盾的事 就是你上台 你越想說笑話 別人就越不想聽 因為其實 好了 我先說一下笑話 有一次 有一個 TOM 走過來 別人覺得我在家聽笑話 但問題 動督少爺很有趣 就是 在說故事 但用一個很好笑的方法 去說一個事情出來 正如說 你看看Mr.Bean 你看看Mr.Bean 他不是每一幕都在不停找笑話 其實背後 你把他的角色 你會發覺 他在做事頗聰明 用一個很愚蠢的方法 做一些很正常的事 一樣道理 你玩動督少爺 你如果想著 上台說笑話 你會變成 好像看一些笑話 上網查笑話 WhatsApp笑話 你會這樣說 有一天 TOM就出街 去店舖買東西的時候 就發覺 太假了 反過來想跟別人分享一些很好笑 或者很有趣的情況 就馬上不同了 就像說 有一次去茶餐廳 我叫他吃 有伙計問 喂 年輕人在哪裡 我還說 這些就是笑話 但如果我包裝得不同 有一次小時候 人們教我中文教得不齊 有時我也不知道自己說錯 有一次有個哥哥很兇 我說 你年輕人在哪裡 打你啊 然後我還說 去印度啊 然後我還說 哥哥就笑 哈哈 挺好笑的 你懂得說笑話 不錯 我不打你 我不是想說笑話出來 但是說笑話出來 而只不過是中間有個笑話 在裡面加插著 讓你一直聽著笑話 但你不只是聽笑話那麼簡單 又豐富很多 看到那個情況 因為其實 動作笑話 好像說故事 我要用我的聲音 我的身體 和我說的字 幫你畫一幅畫 你才會覺得 這件事挺好笑的 沒有想過這個情況 正如說 人們看到 你是不是常來吃咖喱的 那我就會說 你有沒有想過 一個人有什麼辦法 可以365天 三餐都是吃咖喱的 不可能 你也會悶的 但是我這樣 就好像用一個 又是幽默的角度 說出來 反過來說 大家好 我日常吃咖喱的 印度就是這樣 那就是太flat 所以很多奇怪的事情 是你要做得多 你覺得 其實我不是想說笑話 但我要說一些 令人笑 所以不是直接 要說A 你就要笑A 反而我一邊說A B C D E 你就一邊聽著 覺得 很有趣 這個情況 就是這樣去笑 是 Vivere有很多的舞台經驗 其實你也有講英文棟篤笑 有講廣東話的棟篤笑 有去很多不同的地方表演 在舞台上 在舞台上 其實經常都會發生很多 很不能夠 預計 不能夠控制的事情 其實我又想問 會不會是 有時香港人 可能 精神很緊張 生活很緊張 有時他們會比較 含蓄很多 會的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做show 就這樣在香港 看英文和中文show的分別 你看英文show 始終動了少許文化 在西方是很普遍的 大家都知道什麼 都遇到安於人上台 我們一邊聽一邊笑 但有時香港人會覺得 就這樣聽他們說話嗎? 即是上課 因為文化始終是比較年輕 可以這樣說 你會見到 第一陣子這件事 就不了解文化 第二就是 你講得對 就是香港人的心態很不同 覺得怎樣 好笑嗎? 都可以嗎? 是正常的 那是挑戰心態 反而我很喜歡這件事 別人覺得 可以嗎? 可以笑嗎? 我覺得好笑 連這樣的人都會覺得好笑 這樣去挑戰自己 反而西方可能人們已經心態 準備好笑 那你說話一般的好笑 人們已經笑了 因為開心 所以反而就是 看你個人喜不喜歡這件事 我就很喜歡一個挑戰 很喜歡一個人 繞著手來看表演 然後覺得 我也會說笑 但我希望我做完表演之後 他就在那裡覺得 這個人好笑 我真的很享受 香港觀眾有時有些對抗性 你說你好笑 引來我來笑狠 外國觀眾 這些英文的觀眾 很多人都說 他來了就預了笑 預了來開心 喝酒 因為棟篤笑 我所知道 其實美式棟篤笑 本身都是游在酒吧 那裡 那些Happy Hour 那裡 其實這樣 美式棟篤笑很有趣 就是以前是他們 有些音樂的表演者 他們中途 因為要換線 或者換鼓 那些事情 沒什麼好做 不如找一個人想去說一些 中間加插 找一個人想去說一些笑話 那一開始是這樣的 就慢慢慢慢的人覺得 其實我喜歡聽那個人說笑 多於聽Live Band 那不如整場表演只是說笑 那開始發展 基本上大家會明白 原來我來的地方 這個人在台上說話 我就喝了杯酒 聽一下 笑一下 變成一個很簡單的互動 就是他說 我就聽 我就笑 變成有時那些表演者 也會跟觀眾聊天 你做什麼 然後可能試試做的事情 因為我們都發覺 很多事情你在生活上 你習慣了 就覺得很正常 但你一用一個新角度看 或者第二個人看 覺得為什麼要這樣做 例如有一個人有一次看表演 繳著手 繳著手看表演 你是不是很冷 他說不是 那你為什麼要繳手 我喜歡這個 我姿勢 你看表演要擺姿勢 那麼帥 你現在是怕被人拍到 要承認嗎 還是怎樣 你是不是出街走路 都要繳著手擺 你這個情況 其實不需要擺姿勢 我會在笑 你平時去到哪裡都好 你乘搭地鐵 什麼事都要繳著手 你不會放下 你拿銀板就很辛苦 你可能繳著手就說 小姐 你可以幫我副袋拿銀板出來嗎 為什麼不知道 我在擺姿勢 你可不可以幫我拿 這些事情 我就可以不停地笑 當然我不是在攻擊觀眾 擺姿勢 你這樣繳手 你就說擺姿勢 但是這個 logic 你不可以來看表演擺姿勢 這些事情 就是這樣去玩下去 所以就變成是很互動 美式那件事就特別 因為通常跟觀眾的距離比較近 變成是大家好像是一部分的表演 就不會只是他有他去說 我就聽 就不會那麼被動 變成開始人們明白 原來坐前一兩行 就很大機會 那個表演者會跟他聊他聊天 會跟他互動 其實挺好玩的 這件事 就開始變成 開始開放一點 開始明白文法 所以我就說不是香港人的問題 是可能對這個文法的接觸少些 所以就不知道我原來是這樣玩的 我明白了 外國就知道了 他知道坐地一二行 就是預料一定會被人玩的 反而就是有時 外國他們特意看一群朋友 三四個人 特意坐地一行 看看他們怎樣玩 我們先 我們香港也試過 有時人生日 就特意找坐頭的十個位 都被他們霸了 然後就指 他今天生日了 我可以說 你生日我多歲 很長的兒子 33歲 很厲害 過馬佬不用拖著手 可以這樣玩 很多這樣的玩 所以 我覺得香港的心態 是你說得對 就是那些可以嗎 我也認識 但一個好處就是 當你成功了 他們就會很珍惜這件事 而且覺得很棒 我真的值得跟朋友說 他們會覺得 我需要跟朋友分享 所以外國會覺得 好看就好看 但我覺得好看得來 我真的要跟朋友說 你真的要看好看好看 就是這樣去分享 所有不同了 是的 因為其實 有時看表演 那個感覺 我們香港人 不知為何會太多包袱 有時 不會是棟篤笑也好 其他的表演認識也好 他都會說 我要看明白你 我要看你怎樣 那樣東西會比較多些 我經常都說你這樣想 你去看棟篤笑表演 你覺得 看你好沒有笑先 其實你明白你自己輸了 你想來看來挑戰我 還是想來享受表演 如果我做的工作 做得不好 你覺得不好笑 我真的值得給你說 但如果我做得好 你整晚的心態就是 可以嗎 可以不要笑嗎 其實你自己的事就值得 還有你記住 很多時候沒有汇水 你沒有笑到 我不會說 再做一次給你看 這樣就可以笑了 就不會再這樣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有些事情是要計算得很執著的 但有些事情 其實生活就不需要計算 有些觀眾 我看過一個王子華的訪問 他說他最初做棟篤笑的時候 有一件這樣的事發生過 他說他那時候 坐前排的 通常都會被人玩 那些 他說那個女人肥 那個女人整晚就 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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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你這樣 香港的觀眾 也會的 有試過這樣的情況嗎 其實有的 這就是心理的事情 你一來就馬上踩人家 人家會覺得 你很厲害嗎 但反過來 你自己踩了自己 或者你笑他們 但其實一起笑 可能我也很胖 我很欣賞你很胖 反而就不同 始終好像你在街上 不會有人說 你很醜 我會覺得 你誰 但反過來 你說我很醜 但幸好有你陪我 就不會這樣醜 那些事情就更好聽 人家會覺得 你不只是說我 是一起的 我明白了 所以就真的好看 你怎樣去表達那個意思 以及你心裡的真正的意思 我很少說 會踩觀眾說你很醜 這些事情 但反過來 可能我見到 人家來拍拖 兩位男女朋友 坐在第一行 可能我會說 我認識女生 真的很辛苦 很難 但你們不用這麼明顯 你們可以整晚的場 所以你不要把你的手觸碰到大腿 可以嗎 行了 你在拍拖就知道 我不會認識你的女朋友 你不用 你不要那麼明顯 然後他們通常會笑 放開手 又不用放太遠 現在太明顯了 你不要跟我說 一會兒分手 最壞都是你 可以這樣玩 所以我不會一開始說 大家好 我叫阿Via 你這兩個做甚麼 你們這樣 你們覺得做甚麼 為甚麼攻擊我們 我一定要確定 我們笑不是用一個攻擊方法 但多些是一個大家玩 就像你一班朋友 每個人都會說 誰是誰的樣子 活該你 為甚麼 因為一班朋友 大家都知道我們真正 不是在攻擊你 不是想傷害你的 一起笑的 我們就要達到那個關係 就是跟觀眾 他覺得沒所謂 他只是說笑而已 這樣就行了 即是招人才要 先自招一下 讓人知道其實你也不太完美 即是大家的氣氛 就會比較再融洽一點 美式動作笑 通常都會比較靠一點 沒錯 通常很多時候 關係會比較近 而且表演 有很大機會 跟觀眾聊天 同時笑位就不同 例如美式動作笑 他們想笑多一點 例如在英文方面 他們會說 目標是一分鐘笑六下 中文我們就說 一分鐘笑四下 就已經很好 我的點是 我們不是想打訊息先走 反而是想好笑 好笑走第一 然後你的主題 今次講甚麼話題 就是走第二 反而香港動作笑 我不是說不好笑 我是說 很多次他們圍繞著一個主題 一邊說那個主題 一邊笑 就是要這樣 我覺得美式的好處就是 因為美式他們的玩法不同 就不會說 好了 我有一個script 你去說吧 不是這樣的 是我現在有十分鐘 你想去說十分鐘 你說甚麼都好 我不管 總之在十分鐘內 要笑到最多 這樣 即是你的script 你準備了一些東西 你還沒說完 但十分鐘來到 你就要停了 好 說到這麼多 下次再見 所以不需要有些甚麼完美的句 好玩這些東西 一邊說一邊笑 一邊笑 就完結了再見 通常就是最後的部分 在最後走之前 通常笑得一下就走 讓觀眾覺得 一個好好的笑位 笑完才走 反而是 你說香港港式 多點是 我今天準備了說這些 我應該預計十多分鐘 如果我剛好十四分鐘 還沒說完 我先說完 那怎樣結束呢 就是這個分別 所以我覺得美式 就是輕鬆一點 港式可以有東西 拿走 覺得很有分別 沒有錯 只不過是不同風格 有時候 你經常去不同地方表演 有沒有一些情況 可能 那個場合 說錯了一些 不應該說的 一定會有的 有時候觀眾不適合 或者說錯了 或者不小心踩到觀眾 那你就死定了 我也試過幾次 就是 有一次做英文秀 我上台 介紹自己 你先生你叫什麼名字 然後就不知道 他就說 Dubrit 他就說 What?Stupid? 你的名字是Stupid 我一開始說 第一 還要說別人蠢 第二 還要說他的名字蠢 第一 還要說別人蠢 還要說他的名字蠢 其實很不尊重人 之後一說到這件事 就全部觀眾都很反面 覺得 我不喜歡這個人 真的要這樣說話 別人好好看 好像坐第一行 立即被你說他的名字蠢 這個人很壞 攻擊人 我只要說20分鐘 基本上有些人笑到 但很明顯 那些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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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笑 我沒有解 要做足你 要做事 有些情況有試過 有些人根本的心都不是 有些公司 可能有些老闆說 我們一起去看表演 有一張桌子 十幾個人 坐在那裡 其實每個打工仔都不想來 要陪老闆 那你陪著老闆 老闆不笑 你又不肯笑 老闆又不想在你面前笑 那大家不笑 都試過這些 是很奇怪的 上台後覺得 那些人完全不笑 其他人正在笑 在這群組裡不笑 因為老闆不笑 他們又不敢笑 老闆不笑 是因為免得沒面 又不笑 其實你出來做甚麼 反而老闆想社員去笑 這樣就更好 但跟他們不是這樣的關係 所以有甚麼都試過 很奇怪 我都猜不到 有很多事 通常搞笑 有一個死穴 就是你不能去笑一些 不能改變的事情 有時候就會有 大家的關係不好 例如我不能笑你 是印度人 我笑你 這件事不行 你改變不了 你愛意本身就是 笑人癖 這件事也是很可憐的事情 其實這件事真的看過人 例如人家會問我 Viv 你是否有歧視 我都有 我一定會被人歧視 但我未必會馬上 又被人歧視了 我反而覺得你便會歧視 我不用理你 對嗎 很有趣的是 我在新加坡演出 新加坡有很多不同的民族 他們互相恥笑 是不介意的 印度人笑一下中國人 中國人 嘗試馬拉人 其實完全不介意 但你反而去澳洲 你一笑別人的種族 別人覺得 一定不要笑 是種族歧視 不要做 誰對誰錯 兩邊都可以笑 有道理就是 我很多時候在香港 我又不會說 人家瘋狂 我不會說 你瘋狂 但我亦會有時候說笑 其實瘋狂很好 你想想 你到時拍車的事 又不用煩 甚麼都有抵抗 你不用怕 看現場會無謂坐 一定有位給你的 可以這樣說 當然我不是說你也好 我都想閉嘴 我不會這樣說 但我希望用一個 新角度去看 原來我其實蠻好處 你想想你一閉嘴 別人在電梯等你 他都覺得 等你了 但我兩隻腳 別人不等我 反而按三門的按鈕 那你想想 誰比較好處 可以這樣說 當然 我永遠都不會說 所以你以後 不要再說自己多慘 不是比較的 只不過我覺得 這樣看 是你有好處 我有好處 正如說 我是一個印度人 其實我也有很多好處 我可以常常裝特務 出到街 人家不知懂得說中文 我多爽 人家在街上 派傳單不理我 人家在旺角 會常常去訪問 都不理我 電話宣傳打給我 那時候我一說 Hello 馬上收線 這些東西 我也有好處 但反過來 我也不可以這樣說 所以我做人家也不錯 我也有我的煩惱 所以就是 其實真的看你 怎樣去笑 就不是那麼多說 你不可以笑 只不過第一 要看觀眾 有些觀眾不適合笑 有些觀眾就很喜歡笑 所以我說 我越做得多表演 我就越發覺 其實沒有對錯的笑話 只不過不適合聽的笑話 還有你說得好不好 不然你可以很容易去傷害人 去到每一個地方 之前你都要吸收一下那個地方的東西 有些人 如果不是 有時候大家覺得沒問題 香港覺得沒問題 可能別的地方覺得很有問題 對 事上都會有這些禁忌的東西 一定的 正如說 你說髒話 你做了一場表演 剛好在一個大學做 你說髒話 有些人都會笑完 你同樣的表演 去一個教會做 人們覺得我不想聽這些 不是說他們的級數不同 只是覺得 這個場合第一 第二 我們根本不是想聽這些笑話 你又覺得 他有他的道理 當然我也會說 這樣就變成為別人寫笑話 也不是的 你的笑話要夠多選擇 就變成你是看情況 你要知道 你不可以強行逼別人去聽某些東西 你覺得 我不是強行寫笑話給你 但我有一堆笑話 這些笑話適合你聽一點 正如說 我不是只會煮一碟送給別人 我會煮十碟 但我知道這群人 只會喜歡吃這一碟 我就只煮那一碟 所以我會覺得 很需要了解你的觀眾 始終董都笑和其他藝術很不同 就是董都笑是一個非常活動的東西 就是 藝術有時候人們覺得 很漂亮 人們覺得不好看 但董都笑是一個很即場的反應 不能慢慢吸收 讓我多看兩眼 我笑了就是你成功 我不笑就是你失敗 直接很簡單 而且沒有人可以在觀眾說 我不懂得欣賞 不會這樣說 但其他藝術人覺得 他跳得好看 是甚麼我不懂得欣賞 但人們覺得 那些東西很好笑 我就不覺得好笑 你不懂得欣賞 是甚麼好欣賞 我不覺得好笑 就不覺得好笑 不能說觀眾錯 所以整個藝術是很不同的 因為有證據 你笑不笑 如果我講一些很慘的東西 大家都會覺得很慘 沒有表現出來 但笑這件事是很直接的 是個人 基本上很天生 就已經會笑 所以就是這件事 好笑就是好笑 不好笑就不好笑 只不過是剛剛他們笑 有試過一些最困難的表演嗎 有 試過一些表演 可能整晚說甚麼 那些人都忍笑 或者不笑 或者根本的群人都不敢笑 我都說 有時做的表演是公司 老闆不笑 那些工作人員就不敢笑 就是這件事 老闆坐在那裡 好笑的 好笑 其他人就不敢出聲 我便很辛苦覺得 你現在批評我 你不想笑 一定有甚麼事 但你又看見別人 好像笑得來 要按住嘴 或者要忍一忍 覺得你如何享受這個表演 即是你來看一個 凍多笑的表演 但不准笑 為甚麼 即是你去到一個 很美味的 步妃的地方 你至少看一些東西 不准吃 有甚麼意思 看這個分別 最初表演的時候 即是開始 沒有甚麼經驗 即是要公開表演的時候 即是會不會 找一些朋友 一些姨媽姑爹 坐在那裡 我去說笑話給你聽 你笑一下 看看笑不笑 都試過 但這些是最不合理的 因為始終那些朋友 第一 他們認識你 是很奇怪的一個關係 即是別人認識你 他們聽你說笑 我覺得 我現在要聽你說笑 不是吧 但陌生人就會見到一個表演者 即是正如說 你見到一個魔術師 他在家裡認識他 你始終在台上看著他 你會覺得 我認識那個人 他為甚麼要裝得很神奇 這個人跟他吃飯 這個人我試過跟他吵架 為甚麼無故要看他 他好像很可愛 現在做一些魔術給大家看 是很奇怪的 只是說 你認識你 只是兄弟姊妹 很多的兄弟姊妹都經常說 我真的覺得我姐姐是一個很壞人 但竟然有拍拖 有一個男人會喜歡他 就是這個分別 因為始終你的關係很不同 但你外面的世界 或者你做show的世界 跟他的關係又不同 所以真的很難找朋友 是真的要去找陌生人 或者觀眾 或者真的要這樣試 反而你自己人 有些人說 你這個好白狗很容易假笑 你覺得自己好 給面子 那個社交的東西 還會比表演更多 反而是跟觀眾的距離 既是親近 但又是要有一定的疏離 即是你要不認識他們 然後就在show上變成朋友 即是你要認識那些人 他坐第一行你就越緊張 他就說 我過來 我有朋友 那些 但你不認識他們 你會說大家好 他會說說說說 那他就可以製造一個關係 那些是很重要的 棟築笑是一個很個人的表演 即是自己創作 自己去表演 有沒有一些創作團隊 即是你自己也是自己創作的 一定有的 即是有很多外國的 都會有些編輯 可能你是比較紅 找了十個人 他幫你寫一堆笑話 你又可以自己再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都會有的 其實這些很普遍 你自己有沒有 我沒有我自己喜歡自己寫 都是完全自己 或者有沒有幫人寫過 幫人寫過都有的 但始終不同 董小姐這件事 你幫人寫又不是 你的風格不對 可能我覺得好笑的 他說出來好像不適合 他語氣又差一點 試過有些人要說 speech 你幫我撿到好笑一點 我覺得不能這樣撿 除非你懂得玩他的語氣 懂得用我的字眼這樣說 那我就覺得 董小姐最欣賞就是這件事 就是沒有騙 變成你是一個好笑的人 就好笑 你上台多出名 名氣多大也好 你不好笑就不好笑 你騙有些粉絲 他聽你 10分鐘 20分鐘 就要給他面笑 到30分鐘的時候 就覺得 嘩 我還要給他多少面 還笑得多少 就是這件事 所以是很討厭 不能說你不能靠衣服 不能靠你化妝 不能靠某些東西 真的靠你的東西 好不好笑 所以我就最欣賞這件事 是 你有沒有很欣賞的喜劇演員 有 周星馳、王子豪 這些人都很欣賞 但我多看一些是美國的 有些叫Jerry Seinfeld Bill Burren 我覺得他們說的 對 很有問題 還有很好笑 他說的方法 我覺得對 很好笑 我就欣賞這些人 就是用最簡單的方法 做到最大的效果 就是你拿著一支咪 一個人不說話 我就笑 搞定 我就很喜歡這些 反而回到最純粹的感覺 對 我自己很喜歡最純粹的 很多時候我做一個表演 例如我接下來的表演 我是很緊 台上一支咪 不需要點亮燈 有什麼鏡頭照片 不需要畫什麼 那個不是我的風格 最終不是誰對誰錯 我喜歡就是最純粹 最簡單就是我講話 你笑 笑完之後就離開 但接下來的表演 又會有什麼準備呢 其實沒有這個表演 我會不停去寫 我之前已經寫了的東西 再整理好一點 再整理好一點 整理好一點 整理好一點 因為每一天都會有趣事發生 想想這件事 可以怎樣包裝這件事 或者反過來就是 我之前已經寫了一些事 我怎樣可以再整理好一點 整理好一點 整理好一點 多一點點 這樣整理好 每天都要慢慢磨好一點 就像轉身一樣 每天慢慢磨好一點 就會變得很亮 有時候不斷表演的時候 有觀眾不同的反應 就可以不斷修飾自己的笑話 沒錯 你表演得越多 和不同場地 反應都不同 即是你不同房間 不同人 對你的內容 都有很大的影響 變成我一邊做 一邊可以整理 例如一個笑話 可能我在A場地說 B場地說 就會有很不同的反應 回想 其實為什麼不同呢 是不是我講快了 場地不對 可能那些東西不夠清楚 就慢慢收拾 希望去到第二場 那個笑話 已經收拾得很實 應該是99.9% 用力 而且不是一個笑話 全部的笑話一起 一直去改變 平時我們排唱歌跳舞 也好 我們都要排演 是 棟篤笑的排演 又如何 沒有的 其實不能說 自己想想想 其實很難 就是棟篤笑的 就是你會找些趣事 有些有趣的事情發生 你會寫下它 然後你會再發展 例如我們有些叫Open Mic的事情 就是他有一間房間 酒吧的房間 他就會給人們機會上台說 那些觀眾其實是在喝酒 聽一下 你又有機會對著一群陌生人說 他有沒有反應 你又知道這些東西可以不可以 同時就是 有些事情 你真的要在別人面前說 才可以試 你家的房間說 真的很不同 對著鏡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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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 對著人說 才是那個效果 那就會這樣 慢慢進展 就是一個idea 寫下幾個concepts 你不會一寫 就寫整個script 你寫一個concept 然後你去Open Mic 試 回來收拾一下 這樣說好像差點 這樣說就差點 回來收拾好一點 下次Open Mic又試 試到你覺得已經很實正 那些東西 就在真Show那裡使用 那些人會覺得 儘管這個笑話 這樣收拾得很實正 但其實那個笑話 已經進化了很多 就是慢慢的Open Mic 不停磨出來 反而那些彩排就是 就是不斷表演的彩排 就是不斷表演的彩排 就不是在家裡自己 在洗澡房裡說 很不同 就是這樣 你可以這樣 但我相信 你最終一定要 在現場做一次 試一次 你才觸摸到真正的感覺 那個效果 不然你強行 就做不到那個效果 就是這個分別 所以在之前幾次的Open Mic 就見到Reveal 對 不斷開始 就要開始 其實這個已經是 準備的Show 一個前期的工作 沒錯 所以有時候 人們會看Open Mic 會覺得 我記得那個笑話 那時候這樣說 現在聽起來很棒 這樣包都好聽一點 所以有些人真的會喜歡看他 如何進化 那個笑話 由他本來一年前這樣說 或者一個月之前這樣說 就會 這次看回 對 都是那個概念 但完全不同了 已經撿到漂亮了 這樣去享受 不同的包裝 因為有時候 當然Reveal 有很多粉絲 很多喜愛你的人 有時候真的會聽得太多 他們都會 會的 即是吃Buffet 有時候吃下Buffet 你多高級的Buffet 你吃到三天都會覺得 我不想再吃這些 我想一個 雲吞麵就可以了 始終有些事情 生活就是這件事 經常有變化 你聽好東西 或者吃好東西 吃到差不多 你覺得 不如給我吃麥忌算吧 就是這些 你不能肯定 一件事就是泳衣洗 都是這樣的 經常要變 所以人就有 好處就是人會經常變 慢慢有些東西悶 你就試試其他東西 所以有一個道理 就是你玩動笑 或者看表演者 即是看哪個表演者 我不是叫你不要看他 那你試試接觸其他東西 你不知道 可能別人的風格有些不同 覺得很新鮮 即是給不同機會 最終你也想笑 只不過是哪個方法 當然表演令人很興奮 很開心 其實也有很多人 很想做表演 你會給他們什麼意見 首先你要了解自己 因為其實玩動笑很有趣 就是你上到台 你要很了解自己 你就不會害怕別人 說你不行的 你快的 你沒用的 你不會害怕 因為你覺得我想做就做吧 關於什麼事 第二要給自己一個信心 還有給自己一個機會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我不玩了 我沒有幽默 你這麼快已經說自己沒有 其實很多時候 你越覺得自己沒有 其實你越有 因為你說自己冷面 其實冷面也很好笑 是不是一個人冷面上台 很正經地看著人家說 我昨天打架 贏了 用那個語氣說 別人覺得這麼奇怪 這個人做什麼事 你已經好笑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 可能你會覺得 我不覺得好笑 我覺得這個不合理 你先上台 正如說我有些笑話 在家裡寫 覺得這個已經好 我想去說 想到open mic說 沒有人笑 覺得不行的 但反而有些事情 我明明沒有想到他們笑 反而笑了 覺得這樣又可以 為什麼呢 就回去再收拾 因為有些事情 真的你腦海裡面 覺得是A 現實就不是A 正如說 你覺得自己不怎樣 你給個機會自己先 你又知道不怎樣 你說過不了mine 你試一下過了先 你覺得 說不及擺車 你又知道擺車沒有遲到 不要這麼快 放棄 反而給個機會自己試一試 我經常都說 人們覺得 上去很想衰的 很緊張 很不知怎樣 你要記住這樣 當你上台 你不好笑 觀眾是不會記得你的 他不理你 那邊好像不知道 他不會浪費時間記 那就是 既然人們都不記得你 那你會怕什麼 你壞了 沒有人記得 你好的時候才能記住 那就可以了 到時候你好的時候 才會擔心人們怎樣記住 但你壞了就不用管 是 反而我們真的要有很好的信心 再去做 其實跟我們一邊聊天的時候 我感受到一件事很深的 就是 其實我們大家的生活都是一樣 只是我們在生活對面 找尋到樂趣的時候 我們可以跟大家去分享 我們用什麼生活 用什麼看法去做 因為有很多人都說 喜劇的另一面就是悲劇 沒錯 就是你怎樣會把一些不好的事 或者是有時候 那些喜劇 就是說 有時候有個人 踩招皮 跌了 跌倒 跌倒 看那個是誰 對 真的 就是看這個情況 可能是你的朋友覺得好笑 你的朋友一起笑 但看到一個老人家跌倒 你覺得很可憐 都是同樣的動作 只不過人不同了 所以你說得很對 就是很多事情是兩面的 一個很好笑的情況 其實背後可能很可憐 一個很可憐的情況 其實給他一些時間 其實可以很可憐 發生在自己身上悲劇 反正在別人那樣 可能是喜劇 沒錯 沒錯 看要怎樣看 即是我們大家也可以在生活上 找多些不同的事情 不要覺得太負面 但大家都可以很開心地生活 未必每個人都做動作笑 但可以說大家可以多些 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件事的時候 可以令到我們大家的生活 都可以很開心 多些幽默感 多些開心 多些幽默感 多些開心 不如接下來這個Show 什麼時候可以看 接下來就是3月4日和5日 每晚都有兩場Show 一個7時半 一個9時半 包括兩場都好看 當然是因為我做的 但問題是 接下來是我的One Man Show 即是我個人一個動作笑的Show 叫做蜜測這麼好笑 基本上會說很多由我自己生活的角度 說大家最近有一些 即是我個人不是經常說事事 但我喜歡說生活上大家的習慣 即是很小事 怎麼會這樣做呢 就是我從小到大 認識一個印度裔的香港人接觸的問題 或者的趣事 我都會拿出來說 即是讓大家享受 更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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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裏呢 就是香港 兆基創意書院的多媒體劇場 沒錯 那裏其實很簡單 總之你去到樂富站 走5分鐘就到了 所以就沒有藉口 很遠 地跌而已 所以我覺得不妨過來看看 你繞著手看也可以 你按著手看也可以 沒有所謂的 總之你享受 吃著花生看就不行 不能吃東西 對 或者你沒有東西 你吃了花生放在嘴裡 才進去嘗 那裏真的沒有話可說 那裏其實很棒 我覺得每次去到兆基創意書院 這個地方很有趣 即是你落富拿車之後 人家經過一個公園 很悠閒 一上去就看到天下第一纜 顏色的口紅 即是大家對於這個場地 近年多了人熟悉 當初時 駕駛的士 你搭出的士 你都不知道到哪裏 對 但現在很方便 現在很方便 其實有很多香港地方都是很方便 只是大家都真的沒有找到方便 好像剛才所說的 其實生活上我們有很多很開心的事 生活上有很多有趣的事 但我們可能大家忽略了 但忽略了是不要緊的 你看Vivette的節目 她就會告訴你所有的事 並且她會告訴你 怎樣去看一件事 會令到你的生活更加多之多彩 更加有趣 多謝Vivette你和我們分享 希望你現在的節目一切順利 好的表演 謝謝